音乐 四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勤书制药360第三册》 第六单言明辩 五辩物三四六 言禅一岁再说 非不利也 然而王法尽之者 为其禅商也 家劳一粮而食之 酥气而喷之 子妇显而上堂 贵而酌庚 非不惠也 然而不可审折 为其害意也 代梅而结盐 聘纳而取护 忽勉而轻盈 非不还也 然而不可抑折 可以防淫也 使民居住相思 有罪相告 予以尽尖辉不错也 然而不可行则 为伤和睦之心 而够愁愁之愿也 这一条出自一件事 法言男子 延禅 就是二禅 就是下秋第二次浮化的禅 这个显 就是赤脚 光着脚的意思 浮勉 五十后戏官令的丝带 以及大夫以上的礼帽 礼贯 就是帽子 隐身为官服 礼服的意思 清零是古代婚礼 六礼之一 结婚的一个礼 呼吸亲至你家 迎新娘入世 行交拜之礼 相思互相侦查 这个错 就是指住罪恶 这个够就是造成结成的意思 这条讲 养第二次禅 可以一年收两次禅师 这不是没有利 有利 有利益 但是国家制定的法令禁止此事 国家禁止 那么为什么禁止 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会损害伤 虽然有利 但是会害到那棵桑树 家中老人与家人吃不同的饭 用不同的实际烹调 和习光着脚走上堂去 跪着给长辈 这个摇体跟汤 这种离法不是不会是 然而呢 却不能审减 这个不能审啊 要特别给老人准备 这个是因为啊 审减的会损害大义 会害到义 那所以给老人长辈 就不能审这些事情啊 不能审 等有了没人才定婚约 下聘礼 以后啊 引起新护 呼吸啊 穿上礼服 戴上礼帽 亲自你家引起新娘入室 行交败和谱之礼 这样做啊 不是不繁琐 就是比较繁琐 但是呢 不能改变这套礼法 是因为啊 这样做可以防止淫乱 这个都属于礼 让百姓生活在一起时 左邻右舍相互监视 发现有人犯罪 便相互告发 用这种方法来捡起邪恶的人 并不是不能制止换罪的行为 但是啊 却不能啊 那样做 因为会伤害人们的和睦之心 造成像仇人一般的怨恨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真相 花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